小保姆的身体发育越来越成熟 可他还是毫不避讳地在沙发上搔手弄姿 这若隐若现的身材 看得男主人心咬难耐 他再也按耐不住了 连忙伸出手想要去摸 可就在这时 妻子却叫住了他 面对妻子的质问 男主人谎称给保姆盖被子 可他慌张的神情 还是让妻子发现了不对劲 妻子连忙上前将保姆弄醒 然后把他赶回房间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丈夫早就对保姆垂涎已久 原来就在前不久 丈夫出差回家 突然带回了一个女孩 女孩不仅长相清纯 笑容还十分的质语 妻子连忙质问丈夫 为什么带了个女孩回家 丈夫表示 女孩的父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 现在无依无靠的 便想着带回家当保姆 妻子听完后十分的开心 他把保姆当成了姐妹 热情的给他放洗澡水 可自从保姆来到了家里 墙上的猫咪就叫个不停 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吃饭的时候 妻子看着保姆十分迷人的样子 他渐渐的开始吃醋 本疏忽自己 晚上丈夫一改常态 提出要在书房加班 他拗不过丈夫 只能答应了下来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丈夫竟然一连七天没有进房间 他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和丈夫大吵一架 而在门外 小保姆偷偷地看着这一切 脸上露出邪恶的表情 至此以后 小保姆变得更加大胆起来 男主人一开门 保姆就十分清凉地躺在沙发上 还不停地在沙发上翻来翻去 这若隐若现的身材 直接让男主人看呆了 卧槽 这也太美了 男主人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浴火 连忙伸出了弦猪手 可就在这时 妻子却突然出现 直接将保姆赶回了房间 晚上睡觉的时候 保姆总是不关门 妻子夜里起来撒尿 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他顺着声音的方向走去 原来是从保姆的房间发出的 这声音让他响入非非 他以为丈夫在里面 于是便打开了门 没想到丈夫突然出现在身后 他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了第二天 他趁着保姆外出的时候 偷偷地进入了他的房间 果然在里面发现了 丈夫的黄金打火机 他越想越不对劲 连忙质问保姆 这个打火机是怎么回事 保姆被问得哑口无言 可丈夫突然走了过来 表示打火机是他送给保姆的 妻子快要被气死了 他就不幸找不到证据 晚上 他趁着保姆去洗澡时 再次溜进了保姆的房间 可找了半天啥都没有 这时柜子里的人偶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刚要伸手去摸 门就被打开了 他被吓得一大跳 原来是保姆回来了 他连忙回到了房间 可刚要睡觉 他就听到丈夫的脚步声 透过门缝一看 丈夫鬼鬼祟祟地 进入了保姆的房间 他赶忙追了上去 趴在门口一听 里面传出不可描述的声音 他连忙打开门 却发现丈夫根本不在里面 随后他便感觉头晕目眩 直接晕倒在地上 等到他再次醒来后 丈夫十分担心他的身体 要带他去医院 可他拒绝了 他找到了闺蜜 诉说着最近发生的怪事 闺蜜建议他将保姆赶走 他找到丈夫 提出要将保姆送走 可丈夫却十分地反对 既然送不走 那就直接将他杀死 这个保姆太骚了 每次洗澡时 都弄出很大的动静 生怕男主人听不到 不仅如此 他睡觉时从来不关门 并且身上只穿着一件睡衣 女主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个邪恶的想法 油然而生 经过他的观察 保姆总是在 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擦玻璃 于是他便用锤子 将门窗上的钉子全部卸掉 还搬来一张凳子 制造出保姆 是意外摔死的假象 如他所料的那样 保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他开心地擦起了玻璃 下一秒 直接摔了下去 死相十分地惨烈 妻子看完后 露出不屑的表情 到了第二天 警方来到现场调查 他们检查了所有的地方 确定保姆是失足摔死的 带警察走后 妻子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下再也没人来抢走老公了 然而就在他烧饭的时候 女儿突然捡回来一只娃娃 妻子看完后直接傻眼了 这个娃娃正是保姆的 他越看越觉得瘆人 连忙用绳子将它绑了起来 然后来到十公里外 扔进了河里 可当他回家的时候 却发现狗狗 竟然将娃娃叼了回来 卧槽 这也太诡异了 他直接下娱乐过去 等到他再次醒来后 丈夫觉得他最近 总是疑神疑鬼的 提出要和女儿 回老家过一段时间 临走的时候 还将娃娃放在了床头前 到了晚上 外面突然狂风暴雨 他想到窗户还没关 于是便去关窗户 可就在这时 柜子上的人偶 突然动了起来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人偶就变成了保姆的样子 妻子害怕急了 拿起棍子 和人偶打了起来 事实上却是屋里什么也没有 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 几天后 丈夫开着车回家了 推开门一看 屋子里十分的凌乱 而妻子正学着人偶的样子 坐在了地上 至此影片结束 女主太过神经兮兮了 直接将保姆杀死 随后又因为心虚 变成了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我是大鱼 咱们下期见